知道林 都城明氏 山林玄僧 明氏王蒙卧病在床 吩咐仆人无论亲疏远近都不许通报 一日 仆人小心翼翼地跑了进来 说道 有一艺人在门口不敢不来禀报 哈哈哈哈 这一定是林宫 快请 这艺人便是东晋时候 往怀于都市与山林 交由于明氏与僧众间的高僧知道林 知道林本姓官 河南人 幼年随南渡的家人 离开了祸乱横生的北方 来到了江南 因家中世代信佛 他又聪明灵透 所以很早就悟到了非常之力 他曾随居在渔航山中钻研经书 数年之后便浊然独拔 见解出众 25岁时他剃发出家 出入京城 刚一打进以谭玄说道为物的明示圈 他便很受王蒙的看重 评论道 参悟玄理的功力比王毕毫不逊色 殷荣常叹息 未戒死后 论精神气韵 后世伤无人能比 一见之道林便叹道 真如重见魏氏 一时明示谢安 王恰 刘辉 殷浩 许寻 西超 孙绰等 都纷纷与他结交 在京多年 留下许多风流运势 直到林为人大方 声作讲经 只标具大意 此张文具 就不免有所遗落 拘守经文者便讥讽他 毕露无知 谢安却极力称赞 林宫说法 正如九方高相马一样 只看其俊一与否 而忽略其毛色是黑是黄 直到林与诸人谈学问 妙语如诸 朱记也说 北方人的学问身后广博 苏安国接着道 南方人的学问精通简要 直到林说 圣贤就不用说了 子忠等人以下 北方人读书 如站在险祸处观月 南方人的学问 如隔着帘子看太阳 谢玄首富丧 直到林前去找他 直到半晚才回来 有人在路上碰见问他 他说 今天与谢公算是畅谈了一次 谈玄的兴趣已将手丧的礼法挤到角落里了 众人谈的最多的还是庄子 直到林许寻 谢安 集会王蒙家 谢安对众人说 今天可谓雅惠 时光难 这种集会本来不易 你我应当畅谈一番 以表心意 许问主人 有庄子吗 王蒙捧出 随手翻出余复一片 谢看后便让众人缠发 直到林先来 说了七百余言 叙述经历 才早出众 众人无不称善 诸人说完 谢问 诸位还有可说的吗 众人答道 今天的谈论 不会不把话说完 谢安于是 稍薄众人所说 便自述己见 扬扬万言 文才高超 意气洒脱自如 只听完笑着说 君所说畅达无至 所以才如此家妙 此情此景 令后人追怀感慨不尽 直到林虽是僧人 对庄子却经手无比 庄子逍遥游 一向被认为难解 明师们钻研体位 总不能超出相秀 郭相的水平 这两人以为 万物各认其性 各当其分 无论是云云俗物 还是圣贤 是有待于外物 还是相反 都是逍遥 直到林以佛理来解释 便浊然独立 他的解释 基于英奇 济色论 认为 外物没有自性 虽然存在 仍然是空 只是人生执着 外物才有 那么 只有对外物 不起执着之心 顺应外物 而又超然物外 物物而不物于物 悠然无怠 畅游于 无穷放浪之境 才能求得 至上的满足 才能叫做逍遥 此说标新立异 被称为之理 一次 直到林与刘细之 谈起来 刘以相锅所著为本 说 万物各失其性 便是逍遥 直到林说 不对 下节道指 都以残害生命为本性 照你的说法 他们也算是逍遥了 明学素辱 无不叹服 然而 在以严厉深的圈子里 也少不了勾心斗角 与争鸣夺欲 他曾委婉地劝许寻 不要为难对手 君与家则家矣 何之相苦也 但他自己也难免于此 他与王坦之不睦 王说他与人论辩 虚诈不识 他反唇相机 戴着肮脏的破帽 穿着粗布单衣 夹着左转 跟在正旋 屁股后跑 什么机关抱臣 够屁囊 王又做沙门 不得为高士论 讽刺他 不够高士资格 高士必能心意畅士 沙门虽说处于俗士之外 却更被教规所复 性情根本不能自由自在 如此之类不一耳足 也许因为厌弃了这种 虽然风流倜傥 但也让人焦虑地生活 他离开健康 想回到善县 谢安正做无心太守 写信邀他 言辞极漂亮 但他还是要到善县去 途经会计 正好王羲之在 孙绰对王说 直到灵读出心意 见解高超 你想见一见吗 王颇表轻事 一网之气 去而不返 何足挂齿 后来孙宇之乘车去访王 王不与他交谈 只值得告退 之又一次去 正赶上王出门 车已备好 只拉住他 君不要走 贫道与你说几句话 便将逍遥游 洋洋洒洒 情彩新奇 王顿是流连赏玩 赞叹不已 很快 他便投身善善 他乡中沃州小岭 便派人去向主法使买 主法使也是名僧 答道 想来就来 哪听说过朝富 许有买山而引的呢 十分的慷慨 于是在那里 立字传道 聚集了百余名僧众 又做了座右名 勉力懈怠者 茫茫三界 无边无尽的束缚世人 烦劳自外袭来 于心在内蒙动 理应寻身复法 如饥似渴 心怀遥远 而忘掉疲劳 人生一世 细如朝露 应心平气和 理智无为 数年后 直到林又到石城山 见七光四 他打坐山门 游心禅怨 吃野果 饮汐水 放浪心 至于无声无灭的境界 又驻安波四禅等经 后来 知道林曾来到了山音 讲解为摩杰经 许寻为督讲 负责提问 知进行解释 知每讲解一意 众人心满意足 以为许无可再问 等许一发问 众人又鼓掌宽呼 以为之无法讲通 如此枉复 最后众人无不绝叹 二人言辞之美 但却对其佛理 不大了然 大家都以为心领神会 结果自己一说 反复三两次 变乱了 到了晋哀帝继位后 也就是公元362到366年 两次派使者请他到京 他便走出山林 重入繁华的都市 在纷乱的红尘中迎来送往 他住进东安寺 讲解道行般若 朝野世述无不叹服 以为法师在山中修炼多年 果然面目一新 王蒙构思好精微妙理 并准备出漂亮的辞早 前来与智道林谈论 智却不大对答 王便一气说完 自以为西明便理 当事其论 智道林默默听完 缓缓说道 贫僧与君分别多年 君余了不长进 一句话说得王蒙大惨而退 不由对人说 他实在是僧人中的王弊 何焰 自然知道林对王蒙也颇多称赏 他曾对王熙之说 王蒙作数百语无非善言 关于论辩 西超曾问过谢安 林公比姬康怎么样 谢答 姬只有努力 才能平安离坐而去 又问 比殷号怎么样 答 若说滔滔不绝的论辩 恐怕因胜过之 但论与一超拔 因实在有所不及 有记载说 两人曾在丞相司马玉处论辩 司马玉说 你二人可试着谈一谈旋理 但财性之学是阴的小寒要色 林公要担心 只开始还能变换路数回避 但几个回合便入了阴的圈套 丞相拍肩大笑 这本是其不败之地 怎能遇之争锋 由此看 谢的评价是不错的 一转眼 三年过去了 直到林又怀恋起 清静的山西与幽密的树林 他尚书请回东山 皇帝许可 祝明氏纷纷前来相送 征鲁亭内顿时热闹了起来 蔡紫书先到 坐得离枝较劲 谢万石后来 只能坐在远处 他看蔡起身外出 便占了他的位置 蔡回来见状 连人带坐入 将谢抛到地上 从容坐下 谢的帽子歪斜 一关不整 他慢慢起来 神态安详 不怒不恼 他悄悄对蔡说 你真是怪人 差一点坏了我的面子 蔡说 本来我也没考虑你的情面 两人毫不介意 他们的心意结在 知道林身上 回到善山 知道林便欺身林泽 在远离尘消前 自然中体悟 玩味生命 有人送他树皮马 他养下来 但好事者说 出家人养马 不成体统 他打 贫道 种其神菌 他又好养 有人送来两只鹤 不久 翅膀长了 想飞 他究竟舍不得 便剪掉其羽毛 鹤拍拍翅膀 飞不起来 便回头看着缺损的赤羽 仿佛很是脑丧 林说 你们冲天之物 怎能做愉悦耳目的玩物呢 等羽毛长成 便将其放掉了 他便这样悠闲度日 然而 他没能再一次返回尘世 他有同学法迁 鲸妙庙里出神入化 忽然死了 他听到消息 在林中低头徘徊多日 叹道 忠子其死后 薄牙便将情摔掉 茫茫人海知音难觅 推己求人 确实不假 法前一去 我说话再无人欣赏 唉 心中之情 欲结不散 我也要去了 不久便病倒 他开始做妾物章 临死才成 一放下笔便咽了气 这一天是太和元年 公元366年4月4日 许多年以后 高氏戴魁经过他的坟墓时 不由感叹道 善言 伤未传远 坟间树木 已核爆粗 但愿林公 紧紧神礼 不与寿树同时消敬 他抬头 见树间一只鸟 飞向林中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